许青有些猛,他随着七爷走在丛林内,明明七爷说有盘棋没下完,可回去的路上却并不着急,走在前方,悠闲自在。 不过每一步迈出都是很远的范围,连带着许青也都被七牵引,在这丛林内穿梭。 许青看着七爷的背影,脑海浮现对方挥了挥手,三个凌云见踪金丹互伐死亡的一幕,这一切让他觉得有些不真实,于是只能沉默。 百大师的事情你做得很好,片刻后,前方的七爷传来淡淡之声,是我应该的。 许青低声开口,海狮族的事情你也做得不错,是对,是大殿下做的。 许青迟疑了一下,夜究之事也还尚可,尽心而已。 许青低头,但圣云子的事你做得鲁莽了。 七爷说出这句话时,二人前方隐隐出现了废墟城池,正是许青与圣云子交战之城。 许青没说话,你应该喊着老大老二老三一起来弄死他,这样你就不会受伤这么严重了。 七爷语气里带着一些不满。 许青沉吟一番,他觉得七爷说得有道理,于是点了点头。 眼看许青这么乖巧,七爷很开心,转身看着许青,目中露出赞赏。 靠近一些,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吗,和我距离这么远。 许青迟疑,慢慢走近,站在了七爷的身边。 七爷看了看许青的身高,目中有些追忆,脑海浮现当初拾荒者营地, 那个换了新衣服后,小心地避开地面泥脏之处的瘦小身影,笑了笑。 比当时高了。 许青猛地抬头,心中已隐隐有了答案。 七爷没继续说这个,带着许青走入废墟城池,许青也没问询,默默跟随。 远远看去,一老一少,走在这荒凉的废墟,此地的昏黄阳光, 使得他们如走在了岁月之中。 这是一座见证了历史,也埋葬在了历史中的古城。 七爷的声音,在这古老的城池内,回荡开来,带着一些飘渺,如同遥远的枪笛。 许青看向七爷,等待下文。 此城,传说中是紫青上国当年那位绝伦惊天, 被誉为神灵残灭后人族第一翘楚的紫青上国太子,其釜底之城。 据说那位紫青上国的太子,是真正的爵士之姿, 拥有古皇与竹崽的血脉传承,镇压了一个时代。 还有人说,他是秉承人族契运而生,他出生之十天将祥瑞, 幻化九条金龙伴随一生。 也有人说,他是望古大陆这片浩瀚大街的一次自救, 汇聚一介之力,只为让他降临天地。 史书上记录,他出生的一刻,望古大陆所有禁地都传出哀嚎, 有一血流淌,蔓延到各个禁地之外。 还有人说,他一生经历五次神灵睁眼而不死, 获得了神灵的祝福。 就连圣帝也都被惊动,数次前来接引,都被他拒绝。 然而,这么一个绝世人族,最终却战死在了紫青上国的土地上, 据说当初万族参与击杀者,无不都是惊人之辈。 许青听到这里,心神起了波动, 他觉得这件事与自己所了解的紫青上国有些不一样, 他所了解的是八族反叛,使皇族血脉被圈养夺取, 从而紫青消散,有了紫土八族。 注意到许青的神情,气也一笑, 我说的不是南皇州的紫青, 而是隐藏在了历史内, 玄优之后真正有可能一统旺谷的紫青上国, 可惜如今知晓之人以凤毛麟角, 万族包括人族,或主动或被动, 将其抹去了,无人再提。 至于紫土八族, 颠覆的只是紫青脆弱不堪的残余又经历了若干年, 勉强形成的小国罢了。 许青深吸口气, 不过说来也巧, 这紫青上国当年的爵士太子, 就是战死在这南皇州上, 其死亡之地无数年后, 有了一座小城, 那座城在十一年前, 神灵睁眼, 全城消失了。 有人说, 那是他的诅咒。 许青沉默, 目光内敛, 一言不发。 时间不久, 他们在这废墟中来到了当庙前, 这里一片狼藉, 满地都是剧烈战斗后的痕迹, 望着此地, 许青看向七爷。 不是有人说你缺少神通术法吗? 去感悟啊, 快点, 我还要回去下棋。 七爷敲了下许青的头, 许青心头一跳, 这句话是圣云子与他交战说的。 于是许青看了七爷一眼, 点了点头, 走入道庙内, 望着道庙的雕像, 他盘膝坐下, 默默凝望。 半晒后他又站起, 看向外面的七爷。 怎么了? 七爷问道, 白天感悟不了, 需要月光。 许青犹豫了一下, 如实道。 七爷嘀咕了一句许青听不清的话语, 随后一挥手, 顿时当庙的天空瞬间云雾弥漫, 刹那间黑云缭绕, 遮盖了阳光, 遮盖了八方, 使得以当庙为中心的这片区域, 成为了漆黑。 更是在这漆黑中, 黑云中出现了一面镜子, 这镜子内居然有月光, 随着镜面的转动, 一缕月光落下, 映照在道庙上, 落在了神像中。 下一瞬, 刀影在神像四周形成。 许青思绪翻滚, 他看着七爷, 长长地吸了口气。 他见过六爷出手, 可挥手间这种好似 换了日月的一幕, 他觉得六爷绝对做不到。 这让许青想到了第七风的传统, 七爷必定不是原因。 许青知道十几宝贵, 收起新神全力以赴, 凝望神像刀影, 渐渐其头顶出现了紫色的虚幻天刀, 开始感悟。 在他这感悟中, 七爷站在道庙外, 遥望四周战场, 口中难难低语。 的确是神通术法少了点, 乱七八糟的东西, 倒是挺多。 战术上虽还是稚嫩, 但以他这个年纪已经很不错了。 就这样, 时间流逝。 近海上, 见光滔天。 一道道见其呼啸直奔七血童, 凌云老祖在前怒气冲冲, 杀鸡弥漫, 身后凌云见踪地子一个个胸衣跋扈, 兴师问罪。 黄进内, 一片安宁, 夜晚降临。 许青的感悟一直在继续, 七爷展开的月光, 在这夜晚里更为皎洁, 使得刀影的出现要比以往多了不少, 且在许青墓中更为清晰。 她的感悟速度也明显惊人, 头顶的紫色刀影在飞速地凝食, 从之前的一层到了五层, 六层, 七层。 直至夜晚流逝, 清晨到来, 晨曦洒落驱散黑夜的瞬间, 许青全身一阵, 一股凌厉的气息, 从她身上轰然爆发, 其头顶的紫色刀影, 凝实的程度达到了圆满, 不再虚幻, 而是如一把真正的天刀, 散发出可怕的锋芒。 更是随着如此长时间的修养, 尤其是七爷挥手形成的月光, 明显具备恢复之力, 使得许青的伤势此刻全部恢复。 失去的手指也都完全长出, 整个人气息在这一刻,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 此刻她站起身, 六火站立今天, 使得风云色变, 四周有风暴形成, 气势磅礴。 七爷看了眼, 目中带着满意, 缓缓开口。 蛙人都知道了, 你就不用在我面前还藏着了。 许青没说话, 沉默后其头顶散出一道火光, 一道七彩之光。 火光黑色, 化作火焰, 形成黑色滑盖, 散出黑色延续, 飘散开来。 七彩之光流动而出, 更有风吟传来, 化作七彩滑盖, 爆出璀璨滑光。 两顶滑盖, 漠然形成。 同时映照四方。 哪怕清晨有光, 可许青也依旧在这一刻, 让自身更为明亮, 气势如虹。 走吧, 算算时间, 宾客们也快来了。 七爷淡淡一笑, 袖子一甩, 顿时四周空间变化, 好似有云雾穿梭, 天地之影在内摇晃。 许青看着这些, 再次对七爷的修为有了感知, 呼吸急促中, 四周恢复, 不再是黄金废墟, 而是到了第七封山顶阁楼中, 海风吹来, 带着熟悉的潮湿。 来自主城的熙熙攘攘, 也在风中回荡, 如无数人在窃窃私语, 这一幕, 使得许青墓中有些恍惚, 尤其是他的面前除了七爷外, 还有一个熟悉的身影。 对方一身灰色的长袍, 模样中年, 脸上带着笑意, 从一张棋盘前站起。 此人, 许青认识, 正是当初在拾荒者营地, 送给自己令牌之人。 七爷, 灰衣仆从先世向着七爷一拜, 随后冲着许青点了点头。 客人们都来了吗? 七爷目光落在棋盘上。 快到了。 蒲丛恭敬道。 嗯, 先把小孩带去沐浴, 出去一趟把自己弄得脏兮兮。 七爷袖子一甩, 开口间走出了阁楼。 小孩二字, 让许青目光内敛, 而眼前的一幕, 也他心底的猜测, 越发清晰。 小孩, 我带你去沐浴, 接下来不仅是你的大事, 也是七爷的大事, 更是七血童的大事。 蒲丛意味深长地开口, 递给了许青一枚玉检。 沐浴之后, 踏出大殿, 踏上山台的一刻, 你再看此玉检。 许青接过玉检, 若有所思, 没有多问, 礼貌地一拜, 随着蒲丛离去。 在彻底地清洗了全身后, 他被安排换上了一套新的道袍, 更有一些侍女恭敬到来, 拿着一些特殊的香, 在其四周挥散。 许青有些不适应, 但没有拒绝。 直至一些侍女在他身后, 将他头发盘起时, 队长在门外露了个头, 冲着许青眨了眨眼。 随后, 有侍从端着一个紫色的道关走来。 这道关流光四溢, 极为精美, 上面三看得久了, 会在心神内好似听到凶兽嘶吼与咆哮, 奇异不凡。 我去, 这是封印了半个原因之魂的紫天无极关, 老头子偏心啊, 这玩意我要了好久都没给我。 队长眼睛睁大, 冒出光芒时, 这道关被侍从戴在了许青的头上。 此刻的许青, 身穿紫蕴金纹袍, 头戴紫天无极关, 头顶隐隐滑盖弥漫, 配合其绝世之言, 整个人超凡脱俗, 无与伦比。 看得四周侍女, 一个个都眼中露出异样之盲。 队长刚要开口, 外界呼传肃穆之声。 道本续空, 无形无名, 非精不可以明道, 道在精中, 幽深微妙, 非师不能得其理。 今我七封有同名许青, 得传道或授业, 顾上表师祖, 带着庄严, 在第七封传遍苍穹, 回荡八方。